接下來我們請新北地方檢察署江長治檢察官發言 這個委員以及各位與會的先進大家好 我新北地檢江長治 今天來主要是代表漸進檢改 來出席這一場的公聽會 那我們是繼承檢察官所組織的一個 這個檢察官內部改革團體 這其實相當呼應今天的這個主題 因為今天這個主題主要是以外部評鑑 法官法裡面外部評鑑機制來做一個討論 那當然就沉入剛剛幾位先進所講的 如果今天內部的監督機制內部的反省能力很強的話 當然可能我們大家今天不用坐在這裡 這個我們都承認 那所以我們建議檢改今天會要來參加這個公聽會 是覺得非常有意義 但是剛剛聽到幾位與會的先進所表達的意見 那基本上我們以一個基層檢察官的一個態度來看 這個司法院版本的修法沒有什麼太強烈的反對意見 因為我們基本上認為說我們也同意喔 就是司法官所他代表國家行使公權力 當然相對的就要受到更廣泛更更堅實的一個監督 那人民不信任司法來自於說 我們可能過去做錯了一些事情 或者是人民對於司法有些誤解 那如果能夠透過更公開廣泛的監督 這個我們都是樂觀其成 那就這個以這樣的一個態度來檢討 以下幾個簡單的子議題 因為我知道時間不是很多 那我就簡單講一下幾個我覺得比較重要的事情喔 第一個是有關於說 剛剛幾位先進在討論的特定司改團體 就簡單講就是司改會喔 是不是可以作為一個申請評鑑的一個權力主體的一個態度 那剛剛我聽到有某位先進說 其實不知道為什麼這幾年司法院或是司法機關 包括假機關對於司改會有相當敵對的態度 那其實作為一個基層檢察官 對於這個問題的回應就是 因為長期來司法機關或者是檢察機關 常常也覺得司改會對我們有非常嚴重的敵對態度 那所以因此當然就 你對我有敵對我當然就反射的本能的 去做了一個相對應的一個feedback 那當然這是一個不是一個很健康的雙方對待的關係喔 我們期待司改會是一個能夠真正秉持於攻心 而不是出於私心的監督司法的機關 那只是說 呃 在 目前為止我們認為說 呃 司改會或是司改團體其實不太適合作為一個 申請評鑑的一個單位喔 最主要的 呃 幾個理由來 最主要來自於說 呃 呃就是不斷的跟大家宣傳說 他現在目前送評鑑的案件總共佔八成 佔七成 對不起我今天講話很不客氣 呃 其實不要生氣 就是呃 佔七成佔八成喔 但是司改會有沒有告訴大家說 呃 你們送了評鑑的成立的結果 的比例是多少 那當然 剛剛也聽到了回應啦 就是 對於這個問題呢 就是 呃 與會的人 呃 就是先進或司改會的這個代表 就會直接告訴我們說 那 呃 這個是因為 呃 這個評鑑機制 這更證明評鑑機制的效率不髒 或者是冠冠相互 這其實聽在檢察官的耳朵是非常憤怒的喔 因為 檢察官起訴率 97%到98%是定罪率 然後被說爛訴 被長期被司改會說爛訴 可是司改會的這個成功率 以104年 我們自己統計 104年評鑑的成功率也才12%喔 那 這個卻可以去推說他是冠冠相互 其實不知道這個 標準在哪裡 所以 呃 我必須 對不起我今天講話比較不客氣 但是我必須要誠實的反應 我們身為一個基本 基層檢察官 的行政認為說 呃 這 這樣的司改團體是不是能夠服眾 是不是能夠 呃 讓我們心裡面也覺得 呃 是值得佩服的 那是不是有他的代表性 這是一個問題 再來是第二個就是 剛剛林法官 呃 就是林以後法官在 那個 泡沛當中已經秀出來 其實他講的就是司改會 呃 就是說呃 這個 甚至有律師團體 他 呃 公開的在 就是對 法院表示抗議說 為什麼你對司改會 的 這個律師 會比較客氣 對我就比較不客氣 其實看在檢察官眼裡也是非常畸形的 因為照理說 法官應該怕的是全體律師才對 而不是特定的律師在 呃 不過當然就檢察官的角度來講 因為法院都只欺負檢察官 好 就是對檢察官比較兇 然後 呃 對律師比較好 那 這是我公訴兩年的經驗 對不起我今天不是來抱怨 但是一直抱怨 啊 就是我必須平衡一下 Balance一下 大家都覺得院檢是聯手的 好 聯手欺負辯方 法官是變成第二個檢察官 但是我今天一定要平衡一下 呃 檢察官其實在公訴庭上面 常常是被打壓壓壓抑的一個 就是這個 呃 所以大家如果能夠參加多一點法庭經驗 可以看得出來 那 對大律師們都很客氣 但是為什麼會造成 林法官剛剛的 PowerPoint秀出來的是說 甚至有律師 有律師自己反應說 為什麼我 為什麼我的對照是司司改會的成員 就好像比較客氣 那其實 就 我 我們的看法是 法官應該要收到 檢變雙方的監督 那 那 縱使要怕也是怕全國的律師 或 怕一個律師 呃 怕一個整體的律師 而不是怕 個別的律師 啊 所以這回到這個主題上面 我們會認為說 其實以 律師工會作為一個申請的主體 是比較適合的 我非常同意 剛剛協會先進講的就是說 個別人民是很不能夠很難提出評鑑的 因為 他怕法官 他怕檢察官 這個是有國家公權力在的 這個我們都理解 那如果他的對他的背後的靠山是律師工會的話 那是不是律師工會能夠 呃 在提出上面是不是比較有正當性 這第一點 第二點是 呃 律師工會 他其實相對於施改會 就我個人的認知 但是不不確定是不是真的是這樣 如果講錯請先進指教 就資源上面來講的話 其實以台北律師工會的 所掌握的資源應該會比民間施改會還要來的 更多一點 因為民間 我看民間施改會每年都在 都在 募款都很辛苦募款 我曾經大學的時候 我也去民間施改會打工過 就是幫忙過 沒有沒有領錢的那個幫忙過 齁 那 我的意思說 那 北律是不是律師工會是不是應該主動負起這個責任 然後來幫助人民對我們做錯事情 錯誤的司法官來提出一個評鑑 那當然就誠如剛剛林里 呃這個林俊宏理事所提到的 這樣的概念可以接受 但是配套措施是什麼資源下方 都有相關的調查人員調查的資源跟制度 呃這個配套措施應該要做 這是我們比較我比較支持的 再來就是我必須要讓各位了解是 現在的假官的基層假官已經跟過去非常的不一樣 這邊我代表見清見改 呃要 σω度的肯定 因為通常我們都不肯定 但是我們今天要首度肯定 法務部 呃跟高檢署能夠很快速的 然後能夠在 呃清楚的調查 有關彭坤葉的案件 我们必须要讲的是 这个案件是基层检察官自己举发 在内部在检察论坛做举发 渐轻渐改 因此启动了非常多的这个发声管道 要求法博部来做调查 当然法博部也很快速的来做处理 然后并且把这个报告公布 所以我代表基层检察官要非常觉得 真的是时代在变 这个现象应该过去很难看到 但是在现在2019年的今天 能够有这样的表现 我觉得我们应该给法博部 跟高检署一个肯定 但是还不够了 但我们后面再说 但是我的意思是说 各位要请理解一件事情是 现在的年轻检察官 已经跟过去不一样了 就像彭坤叶的案件的那个当事检察官 他当时要揭发这件事情的时候 他就跟大家呛说 我检察官没有想要干很久 换言之 我们年轻检察官没有在乎 我要不要当主任 要不要当检察长 那都不重要 重要回来看检察官的本质是什么 检察官要代表国家执行什么样的公权力 我们负的义务是什么 我希望让各位理解这件事情 然后再来就回答 第三个是法律意见的问题 就是很多先进就提到 有关法律意见评价 我只想跟各位 就报告就是说 法律意见的错误或含设上面的问题 我们已经有一套机制在处理了 那个叫做审判体系 审判体系之所以设三审三级制 就是为了就是要纠正这件事情的错误 如果我们在另外设了一个体系 叫做这个评价的话 可能会在这个三级三审里面 再加上一个太上皇 那这仅仅不仅是造成法官在裁量上面 开始受到不当压缩 同时对我们在检察官在追诉犯罪的时候 也可能会造成缩手 各位你要了解一件事情 检察官今天因为法律见解不敢出手的时候 这个时候伤害的绝对不是检察官 伤害的是这个国家社会 如果他是犯罪 检察官为了明哲保身 而缩手不起诉 不追诉他的话 受害的是国家社会 所以这个不是假官个人要不要的问题 说真的假官起诉 我常在很多研讨会上说 假官起诉不起诉对我们有什么差 我还不是照领一样的钱 我干嘛 我又不是说我多起诉你 我就多领五百块 没有啊 可是问题是 为什么还是坚持要起诉他 要必须是基于法律上的确信 那这个确信能不能经过检验 由法院来检验 由法院透过三级三审的制度来检验 所以各位如果再加一个评鉴体系下去的话 其实我怕会使这个本身的 本身的这个纠错制度会出现问题 最后一件事情 其实我们做了那么多评鉴之后 就如刚刚几位先进所讲的 其实大部分的问题各位可以发现 都在开庭的态度上面 不管是愿检都在开庭态度上面 那我看到有很多先进在讲说 开庭态度 这根是我们应该要给法官讲官一些教育啦 什么 说到教育真是我头就痛啊 为什么 因为其实这个教育不应该是事后再来做教育 各位我跟各位报告 因为现在我不知道 但是以我当年受训 各位我现在已经分发第八年 在八年前的司法官学院的 司法官学院所的教育是什么呢 教了很多法律上的问题 可是其实我觉得那些问题都没有别人 因为本来我们能够通过国家考试 对于法律就一定有掌握 可是司法官从来没有教过一件事情 就是如何跟当事人沟通啊 就是在司法跟学院里面 我们很少去学习说 开庭可能会出现什么状况 因为当事人 当事人他们到法庭上来 到侦察 尤其是侦察庭关起门的侦察庭 他更害怕 那害怕的状况下 他会什么反应 第一个他就是跟你冲撞 第二个他就是说 他就是归说 然后就是任你骂 任你讲 然后回去 然后出去再觉得很委屈 所以当事人 然后当事人如果 因为紧张 就跟你冲突的时候 其实司法官也是非常 也是非常不知所措的 所以当司法官不知所措的时候 就有可能会开始跟你产生对于骂 或者是讲出非常不适当的话 那这些事情 其实都应该在私讯所里面 或现在的司法官学院里面 在法官 甲官养成教育的过程中 应该要有一套机制 或有一套课程 去让学弟妹们去学习 甚至包括我们在职的 我们的一样 如何跟当事人应对 进退 如何的去化解 当事人心中的疑忆 例如 我常听到当事人 呃 就是这对人民心中会造成很多怨恨 但是这个能不能再让法官 假官能够在法庭上用更清楚 或是更温和 或是更让人潜显异懂方式去做沟通 其实这个教育不应该是等到惩戒的时候 再来做教育 而是应该是要要往 要往前扎根 我知道这个跟这个题目有点脱钩 但是希望委员可以帮我们注意一下 就是有关于这个教育的部分 其实我觉得是很欠缺的 那其实是不是往再往前啦 在司法官教育里面 就可以去教导我们法官检察官 如何去跟当事人的来做一个沟通 来做一个应对进退 因为有法官假官来做沟通是最好的 是因为我们长有权利 我们相对于人民 我们是比较不害怕的 所以应该要由我们来主动来挑起这个责任 谢谢各位 好谢谢江检察官